亲完张嘉义立马道歉 张嘉义猛 女孩亲我还跟我道歉 说到王小晨 这名字听起来依然像一个新人 其实王小晨算是演艺经验非常丰富的演员了王小晨 1988年出生 200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曾参演多部热电视剧 包括苏东坡 射雕英雄传 民国往事 蝶变1939 丑爵爸爸 有爱就有家 大玉堂 专列一号 龙泉2011 吴运夺 神医习来乐传奇 穿习剿匪记 双雄 身腔之道次 代价十年等等 但因为之前的多数的角色都不吃重 直到2014年凭借在我爱男闺蜜的方依依 登上热搜 也收获不少关注 而2015年 被狼牙榜在杜带上巅峰胡歌主演了都市情感剧《大好时光》 让这部剧受到了颇高的关注 而王小辰正是这部剧的女主 搭着胡歌的快车 王小辰迅速打开知名度 而今年和张嘉宜主演的清洗剧《我的体育老师》更是让他家喻户晓 在宣传采访中 谈到剧中多到数不清的吻戏 王小辰爽快直言 感觉自己快把张老师的嘴心肿了 还说这部剧里能有这么多吻戏 真的很感谢张嘉宜老师 给自己的安全感 非常迎合自己 演戏遇到这样的对手 真的很幸运 而回忆和张嘉宜的第一次吻戏 王小辰笑的眼睛都没了 他说 第一次吻戏没和张嘉宜老师沟通 是自己突然去的 亲完了 就立马对张老师道歉 一个劲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 感觉自己占张老师便宜了 张嘉宜却说 怎么现在拍吻戏 都是女演员跟自己说对不起了 发现张嘉宜老师非常迎合之后 王小辰说 恨不得一场戏有四个吻 本来也是圣赞对手演员的话 却引来了一向淡定的胡椒粉的不满 因为在大好时光采访 也被问过和胡歌吻戏的感觉 王小辰的回答却是 还行 还能亲下去 哈哈 对比这两次对对手演员的回答 网友表示 说得好像胡歌是你想亲就亲的 不是胡歌 谁认识你 这个合同被拍吻戏 与和老艺术家拍吻戏 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哈哈 哈哈 表演员的回答 表演员的回答